本台消息 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 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 习近平指出 得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们 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故事 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参与到飞虎队友谊学校 和青少年领袖计划中来 迄今已有近500名飞虎队老兵 和数百名老兵家属到访中国 我感到很高兴 并向你们表达敬意 习近平强调 追忆往昔 中美两国人民 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 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结下了深厚友谊 展望未来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 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 希望飞虎队精神 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 是旨在促进中美航空历史事件研究和纪念的 美国民间友好团体 近日 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 莫耶·麦克马伦 共同致信习近平主席 介绍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 支持推动中美友好交往的情况 表示将传承和弘扬中美合作的 宝贵精神财富 感谢观看